大家好 我是韩国人 我们是打假汉匠 然后就在今天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有一则非常重大的新闻 但是在韩国人讲这个重大的新闻之前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的一件就是 台湾到了此时此刻 中国大陆发生这么大的新闻 我基本上 搜寻非常多台媒都要特别怎么样 打出这些关键字 你才能查到这一些新闻 基本上因为台湾人 非常多人在划手机的时候 都在看FB 可能就像大陆朋友会看微博 微博都会怎么样 都会有一些新闻 或者是今日头条 会有一些新闻大家才会注意到 但是这么大一个新闻 我们却划那些粉丝专页 FB粉丝专页 就台湾人最多在看的 基本上难上加难才看得到这些内容 但是在台湾今天 大量报导是报导什么 也就是我看到绿媒 非常多队友报这些新闻 也就是经济学人称 台湾现在是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蔡同学就回什么 绝对为台湾建立安全的屏障 然后内文就写 英国知名杂志经济学人 最新一期内容指出 台湾被美国与中国大陆夹在中间 可见台海周边的军事危机 更强调台湾是地球上 最危险的地区 然后蔡同学也回应说 这篇报导凸显中国大陆军事的扩张 对台海及临近的地区的威胁 也喊话只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 谨慎判断局势 坚守民主自由价值 一定可以克服什么挑战话 又是干话 这什么文青式的虚无缥缈的言语 我觉得今天最好笑的是什么 各位朋友 今天你都知道大陆怎么样 就像韩国人前几天那一集也讲了 这个大陆海军72周年 下海了三艘 都是屌打台湾的 不管这核潜艇或者舰类 都是怎么样 都是比台湾更巨大 更怎么样 更先进的 甚至要在南海 要做这些巡防的动作了 结果我们的蔡同学 今天她还为了这个所谓经济学人 提出的这个危机的警报 尤其对于台海 就跟我们台湾西医相关 然后做出这么多论述 特别还发一篇文章 告诉大家我们只要怎么样 大家只要努力 继续吃芒果干 继续愁忠 其实她的意思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她直接就怪给中国大陆 韩国人讲过多少遍了 蔡同学 今天来到台湾的这些船 中国大陆是在我们旁边 今天真的来到我们亚洲的是 美国的军舰 还有这些欧洲即将要来台湾 附近的军舰 是他们 并不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在我们旁边 而且世界上大国 基本上都是讲我们是一中 那你怎么不跟这些大国抗议 请问一下今天是谁不让我们进入到世界 那这些大国如果好你要说中国大陆 一个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各位朋友 绝对是怎么样 绝对要有共犯集团吗 那些美国不就是跟着中国大陆一起 让我们没办法进去了吗 这不是事实 这不是真相吗 结果你今天你只能怪中国大陆 只能去探讨所谓经济学人 各位今天真的受世界注目的新闻 你蔡同学一句话都不告诉台湾人 是这样吗 所以你看台湾的年轻人 才会活在幻想的世界 以为什么 以为只要继续选择民进党 继续怎么样 坚守民主自由的价值 就可以干掉中国大陆 各位今天最现实的新闻就是什么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航海发展 又跨一大步一大步 这个大陆太空站的天河核心舱 成功发射升空 你知道各位朋友 这个东西一发射上去了 震惊全世界 虽然各位很多人都说 美国之前就有了 但是各位朋友 今天是大陆 是你们最瞧不起的一个地方 它竟然也能做到什么 太空站 而且内文也写非常清楚 今天上午 约11点25分 就是昨天 4月29号 大陆太空站天河号 核心舱成功发射升空 据新闻直播报导 11点25分 大陆长征5号 逼遥二运载火箭搭载 太空站天河核心舱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 这个场发射升空 最后顺利完成任务 然后这个太空站的核心舱 天河发射升空 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大陆 载人航太的工程以来 规划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 也就是建造载人的太空站 解决有较大规模的 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应用问题 我们相信大家知道太空站的 就大概是怎么样 都可以想到那画面 因为非常多电影 或者是非常多太空人 在太空里面在活动 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怎么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个就是太空站 之前的太空站 大部分大家看到的都是什么 就是国际太空站 当时这个国际太空站也是美国 他们当时主导 这个国际太空站 是由美国跟俄罗斯主导的太空计划 其中包括七名太空游客 从1998年11月15日的国际太空站 第一个部分 这个束光号功能货舱 发射升空 到了这个2010年的6月 太空站已经在轨道上 环绕地球转了66000圈 截至2018年 太空站预计将执行到2030年 但是Keep on in来了 为什么这一次 明明有国际太空站 那为什么中国大陆 还要发射他们所谓自己的太空站 也就是当时美国 不愿意让中国大陆加入在里面 因为就考量什么 考量政治考量一堆 就很怕怎么样 可能中国大陆 学习到他们的航太的科技的技术 结果被拒绝在外的中国大陆 到了今天 自己在短短的时间 发展出自己的什么 太空站 而且韩国人刚刚不是已经讲 为什么未来中国大陆的太空站 会成为独一无二 会成为现阶段唯一呢 内文写得非常清楚 十几年前中国曾表示 要参加国际太空站的计划 但美国以技术保密 还有中国资金短缺等理由反对 如今中国航天工程三步走 发展战略已经来到建设太空站的地步 据中国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在今明两年内 大陆将陆续实施11次的飞行任务 包括三次太空站的舱段发射 还有四次货运太空船 及四次载人的太空船发射 于2022年要完成太空站在轨道的建制 实现中国人怎么样 载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 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的任务目标 中国大陆现在除了已经把太空站 顺利送上去 所以在这几年 你会陆续都会看到非常多 中国大陆要载有关太空站的这些东西 送上去 然后在2022年要完成太空站的建制 所以为什么韩国人今天说很悲哀 台湾现在的蔡同学还在讨论经济学人 完全不去care 人家的太空站已经发展成怎么样 完全不告诉台湾人 真实大陆离我们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就像这次搭载的太空站的长征五号 已经完成多少任务了 长二五号 韩国人常跟大家聊的 怎么样 当时这个月球采样 也是这个长征五号 然后还有什么呢 天问一号 大家都觉得怎么样 非常的厉害 新闻都写 中国成功发射太空站 国际太空站退役后 北京将一枝独秀 促使全球太空合作时代的终结 从俄罗斯也要退出了 然后自己搞自己太空站 接下来国际太空站退役以后 可能就只剩北京 或者是俄罗斯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难过的一点就是 台湾一直很希望超越对岸 或者是很希望成为自己想要的 但是你成为自己想要的现实的层面 韩国人就讲很实际了 就是你要超过中国大陆 不然你要怎么样呢 但是这么重大的讯息 竟然在台湾非常难寻找 真的让台湾人民可以看到 原来我们差距这么远的新闻 在台湾却是怎么样 不会大量的放松 然后让台湾人有警戒的状态 完全没有只有蔡同学无限的蛮果干 继续告诉你说中国军事扩张 怎么样 那你要怎么防范吗 你说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就能防范吗 而且你们嘴炮抗中保台台独 讲了那么久了 那你们台独的在哪里呢 所以韩国人最后只想告诉各位 今天看到中国大陆的航天科技 在韩国人非常多旗的影片里面 简单的跟大家论述 然后再去跟台湾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 然后每天都在关心一堆 只希望安慰台湾人 大内宣告诉台湾人我们好棒 甚至这几天说 哇捷克又怎么样 挺台湾加入WHA 我想就好笑 捷克总统前阵子还怎么样 还希望中国大陆帮忙他们的疫苗 哎哟 那到底挺是怎么样 原来又是怎么样 捷克为什么突然关心台湾能不能加入WHA呢 所以一切一切各位朋友 就只是要安慰台湾人 完全的真相 你也只能看韩国人的频道 知道原来大陆竟然能促成一个黄种人 中国人能发射一台太空站 虽然我们知道航天的科技 离美国或者俄罗斯这些大国来说 中国大陆 中国人来说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各位 光长征5号都那么顺利执行了 非常多任务了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 航天科技能做得好 就代表一个国家里面的武力 到底能不能像他所表示的那么强大 所以他今天长征5号都已经那么顺利 所以代表他怎么样 他不管他未来的火箭军压之类的 都已经可以说非常准确 非常成熟了 所以台湾接下来的命运要怎么玩呢 还是继续跟蔡同学吃着他蛮果干呢 看来我觉得台湾的前景 一片堪忧 结束